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朝鲜的核阴影冷战中的核威胁与对峙 在冷战的历史长河中朝鲜的核阴简就像是一部悬疑片情节跌宕起伏 角色复杂多变 角色复杂多变 顺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顺便加点幽默 让大家在严肃的历史中找到一点乐趣 首先朝鲜的核计划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当时朝鲜半岛刚刚经历了惨烈的战争 南北双方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北方的金日成决定既然有了苏联的支持 为什么不是是核武器这张王牌呢 于是朝鲜的核计划悄然启动 仿佛是在玩一场谁能先找到核弹的游戏 到了70年代朝鲜的核计划逐渐成型 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也开始在幕后操控 此时的美国和苏联正忙着互相较劲 朝鲜就像是一个调皮的小孩趁机在旁边捣乱 想象一下两个大国在打扑克 而朝鲜则在一旁偷偷摸摸的把自己的核牌加进来 时不时还发出几声咳嗽 让人心里一起 进入80年代朝鲜的核威胁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演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核武器秀 而朝鲜则在一旁用自制的火箭进行反击 这时朝鲜的核计划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秘密 更成了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棋子 就像一场国际象棋比赛 朝鲜的核武器成了王 而其他国家则在围绕着它进行各种复杂的博弈 到了90年代 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格局发生了变化 朝鲜的核计划也面临新的挑战 国际社会开始对朝鲜施加压力 试图通过谈判来解决核问题 而朝鲜就像是一个不愿意分享玩具的小孩 始终不肯妥协 1994年朝鲜与美国签署了化驾习议 承诺停止核武器计划 换取经济援助和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可惜这个协议就像是一个美好的梦 最终还是醒了 进入21世纪 朝鲜的核问题愈发复杂 经正日去世后 经正恩机管政权继续推进核武器计划 此时的朝鲜就像是一位叛逆的青少年 不仅不听话还时不时发出几声咆哮 让周围的国家感到不安 2017年 朝鲜成功进行了多次核试验 甚至声称可以打击美国本土 令国际社会感到震惊 在这场冷战中的核威胁与对峙中 朝鲜的核阴影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军事侧人 更是国际关系中的一颗定时炸弹 各国在面对这个问题时 既要小心翼翼 又让灵活应对 仿佛在进行一场高难度的平衡目表演 总的来说 朝鲜的核阴影是冷战历史中一个复杂而有趣的故事 它不仅反映了国家间的权力斗争 也揭示了人类在面对核武器时的脆弱与无难 希望未来的国际关系能够更加和平 少一些核阴影多一些阳光 毕竟谁都不想在一场游戏中被核弹炸飞 对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的文化外交软实力的较量与影响 当然可以 美国的文化外交或者说软实力的较量与影响 确实是一个既深傲又有趣的话题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现象 首先什么是软实力 简单来说 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文化价值观 政策等非强制手段来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 与硬实力如军事和经济力量不红 软实力更像是一种魅力共识 美国在这方面可谓是老手 从好莱坞电影到流行音乐再到科技创新 几乎无所不包好莱坞的魅力 想象一下您在某个遥远的国家 正坐在一个小酒吧里听着Ledit B的旋律 旁边的朋友正在热情的讨论复仇者联盟的剧情 这就是美国文化的影响力 好莱坞不仅仅是电影产业 它更是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传播者 通过电影观众们潜移默化的接受了美国的自由 个性和追求梦想的理念 有趣的是很多国家在引进好莱坞电影进行本土化处理 例如中国的电影市场就会在某些情节上进行修改 以符合当地的文化和价值观 这种文化适应不仅让好莱坞电影更受欢迎 也让美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更具包容性 音乐的力量 再说说音乐 美国的音乐风格如爵士乐 摇滚乐 嘻哈等 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 想象一下您在巴黎的街头 听到一位街头艺人弹奏一拿针拿针 这不仅仅是音乐的传播 更是美国文化的延伸 音乐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传递情感和思想 有趣的是很多国际明星如韩国的BTS英国的阿戴尔 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他们的音乐中也融入了美国的元素 这种文化的胶种 实际上是美国软实力的右翼体现 科技与创新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科技的影响 硅谷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文化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无论是Facebunker还是Tesl这些公司 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了美国的创新理念和商业模式 有趣的是很多外国学生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和职业机会 纷纷涌向美国的大学 这不仅是对美国教育体系的认可 也是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 总的来说 美国的文化外交是一场转实力的较量 既有深刻的影响力也充满了趣味 也充满了趣味 通过电影音乐和科技 美国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也在不断的与其他文化进行互动和融合 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 文化就像一杯鸡尾酒 越是多元越是美国首美国歌曲时 不妨想想 这背后可能隐藏着听到一首美国歌曲时 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场文化的较量与交流 谢谢小刘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苏联的太空计划 争夺宇宙的霸权与梦想 当然可以 苏联的太空计划就像是一部充满戏剧性的科幻小说 里面有英雄反派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充满竞争与梦想的时代 首先苏联的太空计划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当时冷战争如火如荼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局限于地面 太空成为了新的战场 苏联的科学家们在这个领域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决心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 这颗小卫星的发射不仅让美国感到震惊 也让全世界意识到苏联在太空技术上已经走在了前面 有趣的是斯普特尼克的发射引发了一场太空恐慌 美国人开始担心苏联可能会利用太空技术来进行间谍活动 甚至是发射核武器 于是美国政府决定加大对太空计划的投资 最终导致了阿波罗计划的诞生 可以说苏联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太空探索 接下来我们不得不提到尤里加加林 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 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飞船 成功让地球飞行了一圈成为了全球的明星 传说加加林在飞行过程中还幽默地说地球是蓝色的 这句话不仅让人们对地球的美丽感到惊叹 也让它成为了苏联的民族英雄 然而苏联的太空计划并非一帆风顺 尽管他们在早期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内部的管理问题和资源的短缺开始显露出起弊端 比如苏联的火星计划就因为技术问题和资金不足而屡受挫 最终未能实现 在太空竞赛的后期 苏联的礼炮系列飞船也成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虽然这些飞船在技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由于过于复杂的设计和管理问题 导致了许多发射失败 有人甚至开玩笑说 苏联的礼炮飞船更像是一场太空烟花秀 每一次发射都让人捏一把汗 总的来说 苏联的太空计划不仅是科技的竞争 更是人为梦想的体现 尽管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 让这一切充满了戏剧性 但在太空的浩瀚中 所有的国界和意识形态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 正如嘉嘉林所说的那样 太空是属于所有人的梦想 而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霸权 所以下次当你仰望星空时 不妨想想那些在太空中奋斗的先驱们 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 更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与智慧的象征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几个引人入胜的话题 包括朝鲜的何阴影 美国的文化外交 以及苏联的太空计划 虽然这些话题都颇为沉重 但我希望通过一些幽默的角度 让大家在严肃的历史中感受到一点乐趣 总的来看 朝鲜的何阴影就像是一部悬疑剧 充满了复杂的角色和紧张的情节 美国的文化外交则是一场软实力的较量 用好莱坞的魅力、音乐的力量 和科技的创新来影响世界 而苏联的太空计划 则像是一段充满戏剧性的科幻小说 展示了人类对未知的探索和追求 深入分析这些内容 我们看到国家之间的竞争 不仅仅是在军事和经济层面 更是在文化和科技的较量 就像一场大型的国际游戏 各国都在寻求自己的盒牌 同时又在努力与对手 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对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找到一种更轻松的方式 来相互理解和沟通呢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朝鲜的核问题 美国的文化影响 还是苏联的太空探索 欢迎大家踊跃提问和讨论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话题中 找到更多的乐趣和启发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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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